Hello 大家好 我是Sarah 今天是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大半年的爱用物 因为今年宅家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所以在这段期间 我就尝试了很多新的面膜 护发 沐浴 以及护肤的产品 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是我自己使用感受非常好的 而且我一定会去回购 或者囤货的产品 那现在也到了一个 一年之中的一个打折季 那这些东西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生活中的消耗品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先来和大家分享几个 我近期很喜欢用 而且我觉得效果也很好的面膜 首先就是The Ordinary的这款果酸面膜 那这个品牌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是专门做成分的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它整体的包装就非常的简单 都是这种低管的小瓶子 但是它里面 无论是这个面膜还是一些其他的精华 全部是高浓度的原液 所以也被业内称为原料桶 而且每一款产品呢 它的名字全部就是直接用它成分的名字来命名的 比如这款面膜呢 它里面是含有30%的果酸和2%的水洋酸 所以它的名字就是叫这个果酸面膜 它虽然浓度很高 但是定价却是很物美价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是属于那种超高性价比的 那我用了这款面膜呢 我也是觉得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用一次效果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那这款果酸面膜里 因为它含有30%浓度的果酸 我觉得已经算是很高的了 然后它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软化我们皮肤的角质层 达到一个去角质的作用 去了角质之后呢 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细腻平滑 包括毛孔也会收缩 那整个的皮肤状态就是那种比较明亮 比较细腻的一个感觉 质地是很像雪浆的 包括颜色也是很像 稍微有一些些粘稠 然后把它递在脸上涂的时候 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刺激 虽然它里面也是加入了塔斯玛尼亚的胡椒 这个成分呢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对皮肤的一个刺激 我自己用下来我会觉得还好 只是在皮肤摸起来比较粗糙的地方 会稍稍有一些刺痛 但是我皮肤比较平发的地方呢 就没有任何的感觉 然后敷在脸上待个10分钟之后 把它洗掉 你就会很神奇的发现自己的皮肤怎么可以变得这么的好 摸起来是非常细腻平滑又很柔软 因为这款面膜它含有酸的浓度是很高的 我们在用过这种酸的护肤品 就不光是这个产品 包括一些其他的含有酸的产品之后 一定要注意闭光 像我呢自己就是晚上用这款面膜 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一定要涂防晒的 还有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有水阳酸敏感肌和孕妇 千万不要用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这款面膜不需要经常使用 只是感觉自己皮肤不够细腻稍微有一点点粗糙的时候 我们把它拿出来用一下 那效果呢就是非常的明显 奥伦纳素的这款冰白面膜呢 是我自己一直会去回购的一款面膜 那这个品牌呢它是一位匈牙利的皮肤专家 早在1920年就创立的品牌 它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而且曾经玛丽莲梦露也是奥伦纳素的代言人 包括澳大利赫本也是奥伦纳素的忠实粉丝 这个品牌呢它其实是专注于做这种换肤的一个功效 冰白面膜呢就是这个品牌也是很著名的一个 很明星的一个产品 我觉得这款面膜对于我来说 它除了用起来稍微有一些麻烦之外 其他的没有任何的缺点 因为它里面是一个这种粉包一瓶水 用的时候要把它们对在一起 把它和成像面糊的一样是那种淡粉色的 然后再把它敷在脸上 因为它里面是含有维生素B5的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做一个深度的锁水 在敷的过程之中我会觉得皮肤就是那种水水润润的 有一种渗透感 而且这种渗透感是非常强的 我一般是会敷个大概15分钟左右 有一点点成膜的时候 然后把它这样剥开 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就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非常非常的嫩 非常非常的那种水嫩 而且会觉得整个皮肤喝饱了水 有那种砰砰的感觉 一下觉得自己的皮肤状态都变年轻了 所以这款面膜我觉得除了可能用起来像是有一些仪式感 有一些麻烦之外 它的效果是真的很好的 因为我自己呢对于面膜的需求量是很大的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敷面膜 那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像这种纸质面膜 就是敷在脸上的面膜 我一般会选择这种平价的 主要就是起到一个日常的保湿的作用 那像一些涂抹式的面膜呢 我会选择一些有机的或者一些稍微偏贵价一些的面膜 那像敷在脸上又稍微有一些功效 稍微有一点点贵价的面膜 我自己认为除了钢铁侠我很喜欢之外 最近我又发现了这款面膜 它是111Skin的玫瑰金面膜 那111Skin是一个整形医生所创立研发的品牌 它主要是针对一些皮肤疾病和皮肤老化的问题 那它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也是它首创的地方呢 是它里面含有一种成分 这种成分呢是在外太空极端恶劣的环境之下 依然有一个很高的活性成分 它就把这种成分运用到了它的这个面膜以及护肤品里边 那就对我们的皮肤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修复以及维稳的作用 那它里面还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24克拉的玫瑰金粒子和大马式格玫瑰的提取物 在保湿的基础上又可以起到一个消炎维稳 以及抵抗外界环境污染的这么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面膜它里面的质地呢是那种果冻状的 就很像我们用的一些眼膜是那种很厚的果冻状 然后敷在脸上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变薄被皮肤吸收 这个面膜它是一整片都是这种果冻的 包括我们的眼皮就是眼睛的部分都是可以盖住的 敷在脸上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放松 很舒服冰冰凉凉的非常镇定非常舒缓的一个感受 就使用感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然后这个面膜呢我一般就会敷比较久一点 因为它也不会干然后敷在脸上又很舒服 我就会躺在沙发上就觉得很享受 然后敷完之后呢也会觉得皮肤非常明显的提亮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膜呢是这种敷在脸上稍微贵一点的面膜 除了钢铁侠之外我第二喜欢的面膜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面膜 它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懒人神器 因为它既是面膜又是洁面 它是把洁面和面膜的这个步骤合并在了一起 让你二合一用一个产品就可以 既洁面又达到一个敷面膜的效果 然后这个品牌呢它是非常非常的小众 它是一个有机纯天然无添加的护肤品牌 它算是小众里的小众 就几乎也没有什么宣传 但是它的效果真的很好 那它叫做电力截面面膜 那它的原理呢就是说我们的空气中会悬浮着很多污染物 微粒或者自由基重金属 这种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物质 那这些物质呢它都是一个携带正电荷的物质 那这里面的成分呢 它就巧妙的运用了一个负电荷 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些污染物质吸附掉 达到一个清洁皮肤的作用 那它里面也是含有天竹葵 羊干菊 树微草以及迷迭香这种保湿的成分 而且呢它是非常温和不刺激的 包括敏感肌啊孕妇都是可以用 而且它也是完全可以用在眼周的 都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感 是非常非常温和的 那它使用的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在我们卸妆之后 就像用正常的洗面奶或者洁面一样 把它涂在脸上按摩一下 但是不要着急把它冲掉 就是停一分钟或者两分钟 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刷个牙什么的 然后再把它洗掉 这一分钟就相当于做了一个面膜 你洗掉之后会觉得你的脸非常非常的软嫩细腻 像我自己呢不会说是天天使用 我一般就是觉得今天我特别累了 甚至我觉得连卸妆我都有点懒得卸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面膜 那既洁面清洁了皮肤 又可以达到一个做面膜的效果 我觉得真的是太方便了 但是这款面膜的质地呢 它是有一点偏乳液的质地 如果你很喜欢那种造肌有丰富泡沫的 那这个面膜就不太适合了 现在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护肤 首先呢就是Sicely的这个全能乳液 那对于这个全能乳液呢 我就想跟大家多聊一些 因为呢我觉得没有人不知道它吧 但是我用这个全能乳液用的是很晚的 我原来用了那么多的护肤品 但是我却没有用它 就是因为我每次想要试它的时候 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你别买这个全能乳液 因为我真觉得它一般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效果 就是有一些鸡肋 我听到的我身边的人的反馈都是这个 但是我用它呢我其实也是抱着一种 我倒要看看它有多不好用 倒要看看它有多一般的一个心态 然后试用了这款全能乳液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它可能比较适合我的皮肤状态或者肤质吧 我觉得它在我脸上的效果真的很好 那它之所以叫全能乳液 就是说你用这一瓶你其他都可以不用了 也可以不用水啊 也可以不用精华 用这一瓶就够了 那我自己呢是在很多很多年 十几年都保持着一个护肤步骤呢 就是水精华眼霜加面霜 即使我后期会去叠加一些其他的精华 但是这四个基本的步骤我是绝对不会变的 因为我缺了其中的一步 我的皮肤就会变得很紧绷很干 那我就尝试了一下只用这款全能乳液 其他的都不用 我的皮肤竟然没有出现紧绷的感觉 也完全不干 直到第二天早上睡醒之后 它依然是那种很保湿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刚开始我在用它的时候 确实是像我朋友跟我说的那样 感觉很一般 就是没有任何的惊喜 也没有任何特别明显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是坚持了用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瓶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的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稳定 没有长痘也没有长闭口 然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反而皮肤变得就是越来越好 非常的细腻很嫩滑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它是那种很润的但是完全不油 即使我去叠加一些其他的精华或者精华水 或者用它去混合那种面部精油一起用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它让这种面部精油啊 或者精华在我脸上吸收的更好 用完了之后皮肤是那种很润很亮泽 但是完全不油 那再简单的和大家聊一下它的成分 它主要的一个核心成分呢 是积雪草的提取物 积雪草呢是一个比较强的抗氧化剂 它可以加速皮肤的代谢 让皮肤变得很有弹性 那同时又有美白淡斑的作用 那它也可以去除皮肤上比较老化的角质 从而让皮肤变得更加的明亮 FAB的修复霜 相信如果是敏感肌的小伙伴 你肯定都知道这个品牌 因为FAB是专门针对于敏感肌的一个护肤品牌 那它的创始人的初衷呢 就是希望敏感的皮肤也可以得到美白呀 抗痘呀 保湿各种各样的功效 但是呢又不会引起皮肤敏感 那FAB所有的产品呢 也都是经过了严格的专业的皮肤科测试 它才上市的 所以就是非常安全 也是非常温和的 那这款修复霜呢也是它的一个明星产品 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 以及高浓度的燕麦胶 乳木果油和氨树油 它在保湿的同时呢 是可以起到一个强效修复的作用 它可以缓解皮肤的粗糙 让皮肤变得越来越平滑 那我买这款修复霜呢 其实不是因为我皮肤敏感 也不是说我要把它作为真正的一个面霜来用 因为我这个首领级 我觉得用它稍微有一些不够 那更多呢 我是把它用在健身之前的一个护肤 因为我在健身之前一定是要卸妆的 那卸完妆之后再用那些比较贵的护肤品 我就觉得有一点浪费 但是不用呢 皮肤又特别的干 所以我就会把它厚厚的涂在脸上 既保湿 然后又会在健身的时候 让它促进一个吸收 也会对皮肤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所以我使用感受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即使我出很多汗 它也不会让我觉得是那种油油腻腻的感觉 它用在脸上呢 就会觉得吸收的非常好 有那种像被吃进皮肤的感觉 那还有一次呢 是因为我一直在做平板支撑 我的这个胳膊肘这个部分 就是有一点磨了 它就会有那个硬硬的 就偏结痂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把这个修复霜涂在了这个胳膊肘的位置 我大概只用了两天 这个结痂就已经变得很软了 基本上就是没有的那种感觉 而且整个的这个胳膊肘呢 就也非常的平滑 再不粗糙了 所以我觉得它的修复能力 真的还是挺强的 巴西皮皮霜 它虽然叫皮皮霜 但它实际是一个全身的身体乳 那这个身体乳它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它的创始人的老公是巴西人 所以它就被巴西文化深深的吸引 它很崇尚那种很自由阳光沙滩 很自信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也把这个品牌的调性 定在了这种自由自信的一个元素上面 我们会觉得它整个的包装 以及它的味道 都是很有那种很热情 又很有度假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身体乳呢 是我用过所有身体乳里面 味道最好闻的一个身体乳 就它的味道真的是有那种很治愈的感觉 它这个身体乳是以椰子油为基底的 所以我们在刚打开的时候 会闻到一种比较浓的一个椰子味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椰子的 但是我很少用椰子味的护肤品 因为我觉得椰子味的护肤品 闻久了会有那种很腻腻的感觉 但是这个就不会 它是刚开始有这种椰子味 但是后面又会结合很多那种花果香的感觉 就是既有一点点椰香 但是又伴随着那种花果香 非常非常的好闻 而且这个身体乳它的流香是非常长的 那这个身体乳里面是含有咖啡因和抗氧化剂的 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 就是有光泽那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成分叫做卡普阿菇黄油 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吧 但我有查一下它的图片 好像是一种巴西的坚果所萃取出来的一种油 那这种油具有一个很高效的锁水的作用 所以就是帮助我们皮肤保湿 就即使在去过海边日晒之后 也可以锁住皮肤上的一个水分 那它的保湿力就是比较强的 那我之所以也很喜欢这个身体乳 除了味道之外 它的质地我也很喜欢 它是那种很丝滑很绵密的一个奶油的质地 我觉得FAB的修复霜也比较像这种质地 而且它的延展性很好 触感呢也是有一种一触即化的感觉 而且它的吸收超级的快 因为我们很难坚持用身体乳 就是因为在涂完身体乳的时候 我们就要穿衣服或者钻进被窝 但是身体乳还没干呢 它就被衣服沾染上或者粘在了床单上 那这个身体乳就是涂在皮肤上可以瞬间吸收 完全不会粘在衣服上或者床单上 我觉得这一点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几个平价又好用的沐浴露 因为沐浴露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消耗品 首先呢就是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一个品牌 叫做Maria BodySkill 我当时是入了这个品牌好几个产品 我自己试用下来我是最喜欢这个沐浴露的 这个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二瓶了 已经又快用完了 那这个沐浴露呢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可以去鸡皮 因为我的大臂这里呢是有一些鸡皮肤的 我在用完第一瓶之后 这个鸡皮肤就是明显的变淡了很多 那现在呢这一瓶又快用完了 用了大半瓶了 我胳膊这里的鸡皮已经完全没有了 就非常的平滑 所以我觉得它对于去鸡皮的效果是很明显很显著的 那因为它里面是含有这个果酸的成分 那果酸呢其实就是去除角质 但是果酸会对身体是有一些刺激的 那它里面是含有葡萄柚和人参的成分 人参呢是可以缓解酸对皮肤的一个刺激 而且它里面的这个酸的浓度是非常低的 是完全低于我们人体会感受到刺激的那个程度 所以还是非常温和和安全的 那它的泡沫呢就不是属于那种很绵密的一个泡沫 就是那种很正常的一个泡沫吧 然后呢它的味道也是还挺好闻的 包括它包装是非常的极简 而且压嘴这里我特别喜欢 它的压嘴是很好控制用量又干净卫生 然后呢是Richels的沐浴露 我刚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日本的品牌 因为从它的包装到它味道的名字 我一直都觉得它就是一个日本品牌 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荷兰的香氛品牌 它除了沐浴露这种东西之外 还有这种蜡烛这种家居香氛的系列 那我手里的这个一个是它非常经典的樱花味道 一个是它最新出的叫做静的这个味道 这两个味道我都没有采来 真的很好闻 这个樱花的味道呢是一个沐浴油 我最开始是很想买它特别有名的那个沐浴泡沫的 但是因为它包装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发到澳洲的 所以我就入了这个沐浴油 然后沐浴油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一开始以为它会是那种直接涂在身上油 但其实它就跟正常的沐浴露是一样的 它挤出来之后呢是那种感觉很轻盈的一个油 入水即化涂到身上的时候马上就被乳化了 然后乳化之后呢就会觉得皮肤非常的滋润 而且也很容易冲洗掉 完全没有任何的油感 但是又会觉得皮肤要比用正常的沐浴露会更加的滋润 所以我觉得这个沐浴油呢就很适合干皮或者沙漠皮在秋冬的时候来使用 那这个味道呢就是一个很正的樱花的味道 我觉得它这个樱花的味道也是那种让人闻了很安静很沉静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新出的静的这个沐浴露呢 我觉得它这个味道闻了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放松 那个感觉就很像走入了一个三进的四合院 然后院子里边有石榴树 然后有鱼缸 就会觉得很凉快 心是很静的 然后听到鸟叫 就给我的画面感 其实就是这个 也是很治愈 很好闻的一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静是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洗澡用的 这两个品牌的沐浴露 它的价格其实是比较相似呢 我觉得这个功效呢是比较强一些是去鸡皮的 但是如果没有鸡皮呢 我可能更喜欢的是这个 因为它味道真的很好闻 接下来呢是一块沐浴皂 这个皂这么看起来有点不好看 已经被我用的面目全非了 但是它新的的时候 它上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雕花的 非常好看 然后这个皂是一个土耳其的奢华香皂品牌 它是由一对母女所创立的 而且这个品牌呢它是和联合国有一个合作计划 是帮助黎巴嫩的妇女参与到制作的过程之中 从而去提高她们自主能力以及受教育的程度 那这个皂呢其实它很大一块非常非常的金用 它的泡沫是那种很绵密很绵密的 然后它里面是含有精油的成分 并且它的味道是由非常专业 以及非常顶级的调香师所调制的 像我手里这块呢是一个茉莉花的味道 真的太好闻了 我朋友也买了这块皂 他说刚拆开的时候都没舍得用 直接挂在了衣帽间里 整个衣帽间都充满了的那种花香 特别特别的治愈 特别的疗愈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手工皂也是选用了非常优质的天然原料 没有动物测试也没有动物油 所以用起来呢是不会堵塞毛孔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温和 这个皂我觉得价格会稍微有那么一点小贵 但因为这个皂嘛可以用很久很久 这块皂我是从年初开始用到现在 而且我是和隋先生一起用 它还有这么大 就包括它质量真的很好 这个绳到现在都没有说掉 这个皂也没有裂开 就会觉得这个皂它非常非常的 缩实很密实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平均下来 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这个生发精油呢 真的是拯救了我的发际线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梳丸子头 那常年梳丸子头 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发现发际线多多少少都会往后退一退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这个生发精华 首先这个品牌它是专业做头皮护理的 它是专注于让头发变得更加的亮泽 以及更加浓密的一个品牌 那这款生发精油它分两个版本 一个就是普通版一个是加强版 我就直接用的是一个加强版 然后它的配方也是非常安全和温和的 包括孕妇啊哺乳期啊都是可以用的 那这款生发精油它里面是含有一个高浓度的咖啡因的成分 这个咖啡因呢它可以促进我们头皮的一个微循环 就是刺激毛发生长 而且它里面还含有肝胺酸核心 这个成分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掉发的一个成分 那它虽然是一个精油 但是整体感觉是比较偏水感的 完全不油 是那种很清爽的感觉 我会在睡觉之前直接用这个低管 这样像梳头一样梳在这个头皮上 然后用手去按摩直到它吸收 第二天早上起来也不会觉得它很油 就不洗头也是可以出门的 就完全不受影响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们坚持用下去非常重要的 我给大家看一个我使用过三个星期的一个照片 当时我用这个干发帽 原来都是没有任何头发在外面的 但当天我就发现我用完这个精油三个星期之后 有很多的那种小毛发长了出来 藏都藏不住 包括我梳丸子头的时候 这个发际线这里也不露头皮了 虽然说不是说特别浓密那种感觉吧 但是也缓解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发际线这个困扰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生发精油 但是一定要坚持使用才会有效果 Brew之后这款发膜也是快空瓶了 而且隋先生他肯定经常偷偷用我这款发膜 我发现它最近下去的很快 然后这款发膜首先它的成分是非常天然的 它里面是含有多种油的 比如说椰子油牛油果油以及杏仁油油 那像杏仁油就是一种滋养效果非常好的植物油 它可以减少脱发并且可以强韧发丝 还含有玫瑰果油 那玫瑰果油是可以改善头发毛躁分叉这样一个效果 那它里面还有海藻的提取物 那可以让头皮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 它里面这个成分98%都是一个纯天然的成分 所以用起来也是比较安全没有负担的 那这款发膜我之所以很喜欢它除了成分安全之外 它也是和其他发膜的质地不太一样的 它里面是一个那种比较稀一些的乳液的质地 我每次用的时候就直接扣一小块 就可以整个晕染到我的这个头发里面 包括我即使用到的头皮 这款发膜都不会让头发变得很油很扁塌 而且你长期坚持用这个发膜 你的头发真的是改善很多的 是会很有光泽那种很健康的一个发质 像现在我用洗发水 我基本上是不买护发素的 我就直接用这款发膜当护发素 然后在冲洗的时候 我也觉得它还挺容易冲掉的 这一大罐我觉得它不算贵 所以我觉得它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最后来和大家分享一个牙膏 其实我这个人对于一些生活质化用品 比如说洗衣液或者牙膏 我根本就不是特别在乎品牌 我觉得超市能有的就都还可以 所以我对牙膏都不是特别的挑 那我当时买这个牙膏是完全被它的颜值吸引了 我觉得看到这个牙膏的包装就觉得 很有生活品质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买回来试试 然后这一款牙膏是我用的第二支了 然后我觉得还挺有话语权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感受的 首先呢这个牙膏呢 它是叫做牙幼稚修复科技牙膏 它是有科技感的牙膏 这个品牌是一个法国的品牌 那牙幼稚呢 就是保护我们牙齿的一个保护层 而且牙幼稚非常非常的坚硬 但是随着我们日常去嚼东西啊 多多少少都会对牙幼稚有一些损伤 如果牙幼稚严重损伤之后 牙齿就会变得很敏感 而且牙幼稚一旦严重的损伤 其实是很难修复的 所以我们日常就要把它保护起来 勤刷牙这样 然后这款牙膏它是有一个专利的 叫做NR5的科技专利 这个专利呢是可以修复牙幼稚的矿物层 然后它的修复能力 也是比普通的牙膏要强三倍的 就是说它非常非常的有效 它里面这个膏体我觉得挺漂亮的 因为里面是很有珠光感的 即使漱口的时候 都会觉得那个水池里面 是那种闪闪发光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牙膏它用量很少 像平时挤牙膏呢 就会挤很长一条 但是这个牙膏呢就是挤一点点 就可以泡沫很丰富 就感觉是已经足够了 然后它的味道呢 就是那种甜甜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但是它不辣 它不是那种薄荷很辣的那种味道 它就是觉得很清爽 口气很清新 然后又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使用感挺好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我用了这个牙膏之后 我的牙齿又变白 原来我用普通的牙膏 即使它上面写着是有美白效果的 在多久是可以变白的 但实际上我觉得都作用不大 但是这个牙膏是让我肉眼可见的觉得 我的牙齿比原来白了 我是在前两天刚刚去洗了牙 然后去检查了一下口腔的问题 然后照了一个片子 我的口腔没有任何的问题 说是非常好 非常的健康 那我在用这个牙膏之前 其实我一直有一点牙音出血 但是我用了这个牙膏之后 就没有牙音出血的问题了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它确实是这种很有效的一个牙膏 那价格我觉得也是要比普通牙膏稍微贵一点的 所以它经常会有三面衣的活动 那我觉得买一下还挺合适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和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这大半年非常喜欢用的 算是日常生活中消耗类的护肤品 希望大家还可以喜欢这一期的内容 那之后我再总结总结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近期比较喜欢的美妆产品 或者一些时尚单品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帮我点赞 下面的订阅键订阅我的频道 就可以在我更新的时候收到提醒 想了解我的日常穿搭以及生活呢 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和Instagram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